Hello大家好,我是不求生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制作Vlog字幕 对于做Vlog视频的朋友们一定经历过 做字幕的痛苦,做字幕账了 做视频的一大半时间 既费时间又没有技术含量 又是繁琐的重复操作 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做 但是为了关注老爷 很多人都是硬着头皮去做的 为了把最好的视频带给大家 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是如何高逼格的制作视频字幕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做视频都用到哪些工具 我做视频用的是Final Cut Pro 然后生成字幕的是ArchTime 最后一个是今天主要讲的内容 是通过语音转字幕的 我用的是一款 叫AutoSub的软件 它是基于谷歌的 算是一款人工自传吧 首先我要做的是跟平时做视频一样 打开Final Cut Pro 然后制作完视频之后 第一步要导出的是一个低清平版的视频 第二步是导出一个MP3文件 然后这个是导出完的MP3音频 接下来需要打开终端 输入Terminal就可以找到 打开终端后 然后输入CD 然后进入到你刚才文件的保存位置 然后输入一行命令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一行命令的意思 AutoSub首先是这一个语音转文字的一个软件 FSTR它的意思是输出文件为STR格式 然后-s和-t是从什么语言转到什么语言 我这里用的是中文 所以我两个都写中文 最后是你刚才输出的文件名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成STR文件后 进入STR文件夹 然后打开刚才生成的文件 然后检查一下自动生成的文字 用的是谷歌的API生成的 所以存在一定上的识别错误 自己改一下就好 改完之后保存 然后进入下一步 打开ArchTime 导入低清版的视频 然后再导入STR文件 然后在这里我就不去详细介绍 ArchTime的如何使用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上网找一下ArchTime如何使用 最后导出你需要的格式 选择导出位置 在这个界面可以自定义文字的格式和样式 颜色都可以自定义的 感兴趣的格式和感兴趣的格式和感兴趣 最后导出字幕 导出完后我们回到Final Card Pro X 在这里导入刚才生成的字幕 导出后建一个图层 方便复制和管理 然后复制粘贴到视频里就好了 接下来是多语言字幕制作 方法非常简单 打开刚才输出的STR文件 直接用谷歌翻译 翻译完后直接保存就好 时间轴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时间轴翻译容易出错 这里是在Mac上面安装AutoSub的命令 打开中端复制粘贴即可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点赞关注 下期见拜拜 中文字幕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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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制作人